哈喽大家好,我是小乔不吃鱼 这一期视频将会完全是个谈话内容 其实我就想水一期视频 所以这期的内容也就只能全看一张嘴了 最近因为家里的一些事情忙得焦头烂额 所以小伙伴的私信和留言一直都没有时间去及时回复 也希望大家见谅 同时也希望大家多去网上和论坛里多研究学习 如果具体哪一步有不清楚的,欢迎来私信 当然我一有空一定都会一一回复的 好了,进入正题 这期主要就是想聊聊我养海钢的这几年里 对我这样的平民新手影响最大和最直观的几个设备 或者说是几个方法 其中包括直接花钱弥补短板的 或者像我这样平民的靠自己自身努力弥补缺陷的方法 总之希望大家在这个爱好里有所进步 或说是让这个爱好的难度门槛有所下降 第一个就是自动补水器 自动补水器顾名思义就是 当鱼缸的水位下降的时候 它能自动给鱼缸进行补水 鱼缸里的水体每天都是有在减少的 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挥发的 在我们初中的化学里 我们可以把海水缸里的海水 看成一种由水和海缸专用海盐充分混合的溶液 水就是溶剂 海缸海盐就是溶质 当溶剂的挥发减少 溶质的浓度必定会上升 特别是小水体的海缸 水分的快速挥发 就会导致海水的浓度比重的不稳定 这无形中就加大了饲养的难度 所以说鱼缸越大 挥发造成的浮动就会相对较少 不单单是水分的变化 也包括其他元素的成分变化 这就是为什么攻略里经常会推荐 新手去饲养 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最大水体的鱼缸 如果有些小伙伴预算有限 比较平民的方法当然是选择手动补水即可 在鱼缸上标注好固定水位 记得每天按时补水即可 当然这样的效果以及方便程度都没有自动补水器来的好 但这个按时补水是个不可缺少的操作 第二个就是按时更换绿棉和绿材 养过淡水鱼的小伙伴估计都有一个习惯 就是更换绿棉和绿材的速度就相对海钢而言可能不会非常勤快 以及一些海钢的微钢玩家甚至有三天一换的习惯 就按照我的经验 同时我也是比较懒的 一周一换这个节奏就已经能够带来明显的水质改观 绿棉本身就是鱼缸固粒过滤的一个循环 它能够阻拦下较大颗粒的有机物残渣 因此每周更换绿棉带来的好处就是让绿棉上部分的有机物残渣 还没来得及分解就被我们手动移除了 从而减轻氨盐和硝酸盐的成绩 除此之外像活性碳包 这个差不多是二到三周一更换 GFO除零材料差不多是一个月一换 更换这些绿材也是确保它们的工作性能 所以对钢路坑的小伙伴 即使更换绿材带来的好处将会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方法 来提升鱼缸的一个水质水平 第三个就是纯水机 我不确定它的准确叫法 即使我都叫它RODI进水机 它是利用溶液的反渗透压进行过滤 很多矿泉水厂都是用这个RO的原理进水的 然后评测水质用到的是TDS这个指标 它代表的是水质里的固体溶解量 其中就包括了一些杂质像硝酸盐 磷酸盐 氯和各种重金属等等 所以很多鱼有反应 使用RODI纯水之后水质有明显的提升 藻类的生长水平也有所下降 很多时候包括我自己在钢路坑的初期 没有使用正确的水源 鱼缸的藻类控制难度一直都比较大 一直都难以达到一个理想的水平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日常水龙头出的自来水TDS指数一般会在780到7800不等 如果你安装了ROG 它过滤完的TDS指数一般在10以内 如果添加DI过滤端的 出的水就能达到0的TDS指数 市面上普通款就叫做RO进水质 但我推荐小伙伴购入的是要带DI这一层过滤环节的 至于具体价格 我这边网上RO加DI的价格差不多在150到200美金左右 单纯的RO差不多就是100美金左右 我相信在天朝的价格应该会更加人性化 小伙伴肯定会问了 为什么不直接使用桶装纯净水或者是矿泉水 用肯定是可以用的 但是纯净水的TDS也不一定会低 而且肯定不会达到0的水平 由于0TDS的水源是不适合我们饮用的 反而是100左右TDS的水源是相对适合我们日常生活使用的 至于矿泉水 顾名思义这类商品品装水 多多少少都是有人为添加剂的 为了更适合人们的饮用和口感的需求 除此之外 长期下来这两者的成本肯定会比RODI净水机的成本更高 特别是对于鱼缸水体在100升以上的 说来说去都是要花钱 我也是有相对经济的方法来代替的 就是去看当地鱼店是否能够提供RODI水 可以向他们直接购买过滤好的水 当然这个方法只针对预算有限 以及鱼缸水体在50升以内的 耗水量较少的小伙伴 一次买个几百升的水 可以囤在家里用将近一个月 总之有条件就买RODI机是没错的 正确的水源能给你的鱼缸带来质的变化 以上三个方面都是围绕水源来讲的 如果说好的光照是珊瑚生长的关键 那么好的水质就是珊瑚生存的基础 好了感觉这期的视频其实是一期硬核内容 也希望我总结的这三点能够帮到各位小伙伴 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哔哩哔哩海水频道 小桥不吃鱼